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对糖尿病非常有研究的杨洁医师 不敢这么说 就是我们对糖尿病的比较关注 因为从大陆的中央台最近也爆出来了 爆出中国大陆的儿童有关于儿童的糖尿病病人 就是提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号了 比如说近八年来吧 糖尿病的人数猛增 尤其儿童现在的比例高达10% 糖尿病病人 那么一型差不多是每450个病患 普通的儿童里面就有一个是一型model1的 那么剩下的差不多每10个小孩就有一个小孩糖尿病 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儿童的肥胖 以及他生活的饮食结构 缺少环境有问题 缺少运动 我们听说糖尿病原来被称作是富贵病 但是现在好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 也发现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呈上升的趋势 尤其是儿童 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可以说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短时间内有了很大的飞跃 那么是不是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生活节律 或者说生活模式的变化造成的儿童的这个问题 这个生活环境的改变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它包括了一个饮食结构和它的缺少运动 那么你知道现在我们有些洋文化进入中国 像麦克当劳进到中国 很多的中国小孩喜欢吃的 对 那么大人就跟着去 那么你想一想一个麦克当劳在美国 它已经被很多人认为是junk food 对 你算一下它的蔬菜含量 一个hamburger里的蔬菜的含量 经过它那几片树叶 假如拿水抄一下 不到一勺的蔬菜 是 我们现在在广告上 街边看到的广告牌 大家还是比着Burger King和这个McDonald 到底谁的牛肉多 对 直到什么时候 如果我们比谁的蔬菜是谁的 三分之几 三分之几的时候 也许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健康一些 对 这些垃圾食品进入到发展中国家 给他们的孩子带来的这种威胁 是主要的问题吗 它饮食结构不光是这个 我们说的吃的这个hamburger或什么 因为平时现在小孩喜欢吃肉 甚至于是油炸的食物 这在平时来说已经是不应该的了 在于多糖的食物 喜欢吃糖 甜食蛋糕 那么再加上大量的soft drink里面 有含糖的量非常高 所以这小孩子呢 从小就是糖的吸取量过高 脂肪量过高 再加上一个缺少运动 自然就产生肥胖 但是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 中国大陆的人均这个糖的使用水平 实际上是低于正常标准的 相对来说比起英国人的饮茶 这个下午茶 加上很多的方糖 是看起来是低 但对我们儿童来说呢 是非常的高 这儿童几乎不喝白开水 全部都要喝各种的soft drink跟果汁 是 因为什么我们呢 你看电视台里面的广告也看出来了 他们这果汁销量非常的大 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呢 他因为父母呢 大部分都对于这个一个孩子啊 六个大人来照顾他的时候啊 他就这方面考虑很少 非常的尽心尽力 当做小皇帝来对 要什么给什么 要什么给什么 那大量的糖水或者说甜水饮料 也造成了这个危害 我们知道这个饮食 是可以造成糖尿病这个激患的 而且糖尿病呢 是一种终身的激患 那如果小孩得了以后 是否能在他成年以后 把他克服掉呢 就是说把他治好呢 通常呢 你知道糖尿病 它主要有胰岛素的一个分泌 和一个接受的两个问题 那么胰岛素的分泌呢 他从小呢 在大量的服食糖 吃糖多不会得糖尿病 但吃糖多会造成胰脏的负担 这样的话 长期以来对胰脏的负担增重以后呢 他现在肥胖 每十个小孩就一个小孩得糖尿病 现在他没有糖尿病 因为他幼年的这个肥胖呢 他长大以后也容易得糖尿病 所以最为什么会预期 现在中国现在目前是 2380万人的糖尿病 那么预期再过十年翻一翻 所以这不得了 而因此中国大陆也统计出来 因为糖尿病导致的中风和心脏病呢 会导致国民收入损失将近6000亿美元 所以对于中国人的健康 尤其下一代的健康 不能不引起注意了 那你觉得我们引起注意应该怎么办 光注意是没有用的 实际上呢 这个其实挺简单的 它这个世界糖尿病 这个在中国举行了一个糖尿病日 特别做了一个宣传 它就是实际主要是改变一个饮食结构 和一个生活方式 增加运动 每天要半个小时以上的运动 那么饮食结构呢 就是说在平常呢 就是多吃蔬菜水果啊 少吃油炸的和高糖的食物 不是不吃 可以少吃 如果他吃的很多 包括我们成年人一样 我们发现很多的糖尿病人 并不是遗传因素的 很多病人 我问他的父母都没有糖尿病 甚至爷爷奶奶都没有 兄弟姐妹也没有 就他有 为什么 他特别的胖 他就是在饮食上 喜欢吃油炸的食物 喜欢吃蹄膀 喜欢吃这些东西 那么他平常也不忌口 这个学着美国人 一天天也是扣过 整罐整罐的喝 那这样的病人呢 他自然而然造成 身体里面的代谢 产生了紊乱 那么产生紊乱之后呢 这个情况 80%的病人 是可以得到控制和预防的 为什么 就是从这个 饮食结构上去改变 从这个生活方式 增加运动量 另外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发现呢 就是从药物上研究上呢 也开始有所进步 目前虽然美国很多大药厂 包括伊莱莉莉莫克 都在研究糖尿病 最近呢 就是几个糖尿病药厂 出来的新药呢 还是没有克服 它的并发症的问题 那就说这些药 有没有针对儿童的这种品种 目前来说的 它这个大人的小人药 它没有分的 没有区分的很 大部分都是双瓜类 跟黄尿类的制品 好 我们再倒回头来谈 这个儿童糖尿病的起因 中国大陆可以说 这个儿童他们的生存竞争压力 还是相对高一些的 所以运动少啊 对 小孩可能有很多的homework要做 而且在要去重点的学校 压力非常大 那你觉得这种压力 是否也是造成他们出现 糖尿病的原因 压力是产生糖尿病的 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小孩子 你看中国大陆小孩的书包吧 都非常的重 对 你试过没有 非常的重 然后他们每天呢 都在这个大人的期待下呢 希望有更好的表现 所以他们现在就把运动放一边了 大部分随着这个年级的升高以后啊 都铺在功课上 那么这个无形中 给他们这小孩的压力非常的重 这个时候呢 身体里的煤代谢就出现问题了 它自然而然 它对于这个糖尿病的形成 就产生了一个基础的一个原因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 我听说很多大陆的小学生和中学生 他们实际上放学以后到晚上9点之前 都在做他们的家庭作业啊 可以说这个负担是非常重 那么您也谈过 糖尿病实际上有一定的精神因素去造成它 可以说精神因素是一个诱因 而真正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和运动习惯 是它的真正的发病的基础是吗 那针对儿童你能不能简单的说几句话 告诉家长应该如何预防 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饮食结构 然后呢让他们吃东西呢 注意少糖少油 然后增加运动 就这么简单 那么如果持之以恒 这个糖尿病的控制都相对容易的多 那我们华裔习惯的这种以面食米食为主的这种饮食方式 是否也会更多的带来糖尿病的机会呢 这个就是好多人的争议了 说中餐吧 美国人都说中餐菜里好多油 美国比中国大陆少得多 中国大陆很多菜都是油泡出来的 那么中国人在强调这个问题的是 中国用的是筷子 是从油里捞出来吃的 不是拿勺 知道吗 没有把它全部吃掉 那么但是呢 我们认为呢 平时少油要注意 那这种高淀粉类的食物 实际上不会造成糖尿病 一般来说应该不会 高淀粉类应该不会 是有了糖尿病 高淀粉才形成了一种压力